大家好,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个世代贫穷,如何成为巨富的故事。 如果您看到这样的字条,您会怎么做呢? 听后,不妨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 字条上是这样写的。 如果需要钱用,就到梅花树下。 欢迎收看今天的纪元文化,我是黎晨。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出身极为贫寒,且身份卑微的人。 人们都叫他韩翁。 因为韩家祖上世代贫穷,到韩翁这一带时,他在秀野乔西开了一间小店。 虽然是小本生业,却也可以养家糊口。 不过韩翁天性极好,面对生活的苦乐,他从不放在心上,一心向善,乐此不疲。 这一年临近除夕时,天上降下大雨雪,气候是异常的寒冷。 韩翁干完活正准备睡觉,忽然听到门环响动的声音。 好像有人靠在那儿,仔细一听,又是一阵叹息声。 韩翁点燃蜡烛打开门,竟然看到一个人拿着包哆哆嗦嗦地坐在门边。 韩翁便问他,你是谁?对方说,我是上海某商行的伙计。 因收账回来晚了,赶不上搭船投诉了,只好在这屋檐下露宿一晚,等到天亮再启程了。 韩翁吃惊地说,客人,您既然收账回来,这行囊一定不会空。 怎么能沦落到露宿街外呢? 就算现在是太平,您又怎能受得了这一夜的风寒呢? 我家虽然简陋,但还可以车风挡雨。 于是,韩翁便请客人到屋里,见客人的衣服和鞋子全都湿了。 韩翁便拿出自己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服给客人换上。 还热情地为他摆了一桌韭菜,抛使他暖暖身子。 还为客人搭床铺背。 客人见韩翁对素媚平生的自己如此热诚厚道,心中很是感激,泄不绝口。 待天亮后,客人一看这风雪比昨天还大,根本就没人开船。 韩翁又留客人,等雪停了再走。 眼下已是临近年关,他为客人准备好酒好菜,依然热情地款待他。 于是当晚,客人就对韩翁说,感谢您的高益,我无以为报。 听说华亭县的米价很便宜,运到上海卖,可获得丰厚的利润。 我收账回来,手上还有多余的银钱。借给您300两做生意,不知意下如何。 怎知韩翁是拒不接受,客人也只好无奈地点点头。 第二天,风雪停了。韩翁为客人雇了船,亲自送客人上船。 当船员解开缆绳后,客人便对韩翁说,昨天我说的300两已经放在您的床底下了。 您回去收好,明年元宵节,我在我的商行恭候您。 韩翁是惊讶万分,本想取来还给客人。 可这船呢,已经开走了。韩翁只好按客人说的,来年用这笔钱全部买了米运到上海。 隔年,韩翁找到这家商行,恰好这位客人正从里面出来。 客人见到韩翁,拍着手,朗笑道,哎呀,您真是个讲信用的人。 韩翁告诉他,米都已经运到上海了。客人带着韩翁一起去见航主,告诉航主说, 这就是去年我在华庭县遇到的韩先生。如今,他把米运来了。 华庭县就是如今上海的松江区。 航主向他致谢道,我的伙计携带重金,入宿街外,如果不是您相助,几乎是险糟不测呢。 如今,您有如期而至,还是见利不要,您真是当今的故人呢。 韩翁十分谦逊,您说,不敢当,不敢当。 航主下令打开政厅举办盛宴款待韩翁,如同招待贵宾那样。 吃完饭后,航主叫人陪韩翁四处走走,游览上海。 等他们回来时,航主已经将韩翁的行列都取出来了,肯留他再多住几日。 第二天早上,韩翁把买米的账单交给客人,叮嘱他赶紧取米上岸,他要回华亭县了。 客人笑着说,米的事简单,早已经安排妥了,您就小住几日,四处看看这上海,不要急着回乡嘛。 客人天天陪着韩翁游玩,这转眼几天就过去了。 航主再次设宴款待韩翁,请他上座。 航主说,您运来的米我们都已经卖完了,获利非常丰厚。 现在我想借给您更多的银子,请您不辞辛苦,帮我贩运。 所得利润都将分您一半。 说着,他就将一定沉甸甸甸的银子送给韩翁。 说,这是这次买米您应得的利润。 韩翁推辞再三,航主都让他收下,他实在推辞不过,只好接受。 他对航主说,承蒙航主信日来,日后定当效力。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,不知航主是否答应。 航主说,愿喜耳恭听。 韩翁说,我听说行善必仓,我想从我所得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周济贫穷。 但是韩某我出身贫寒,这银子出自您。 所以必须恳请行主的同意,我才敢做。 行主听后是深受感动,没想到这个普通的乡下人心胸却如此宽广。 心里总是想着别人。 于是,当场便同意了韩翁的请求。 行长立刻提出两千两银子交给韩翁。 此刻,韩翁更加勤恳的贩运货物,也更加致力于行善重得。 而奇妙的是,他的生意没有因为他经常出资,接济别人受到任何影响。 反而,他贩运的货物每次总是获利丰厚。 这几年过后,韩家经商游道成为了富人。 韩翁在秀南桥买下一栋宅院,一天他清扫宅院准备搬进去。 在一张桌子里,他看见有许多带字的纸张。 他一面读一面准备,拿出去烧了。 然后从纸堆中,发现一个本子,上面写道,如果需要钱用,就到梅花树下。 这让韩翁感到非常诧异,于是他在院里环顾了一周,这并没有看到梅花树啊。 韩翁心想,这是戏眼吧。 因为这里是老宅,楼上的扶梯都朽坏了。 韩翁准备拆掉改装新的扶梯。 他在扶梯下清扫时,忽然看到墙的侧面画着一株梅花树。 再看梅花的姿态和颜色,就像在风中摇摆一样。 这时啊,他突然想起了车子上的画。 心想,这下面定是有地窖吧。 天黑后,他和家人点着蜡烛来到梅树下,撬开石板一看。 下面有四个大罐并排放着。 这打开一看,里面装的竟都是黄金白银。 就这样,一夜间韩家成为了巨富。 于是,韩翁是更加勤紧的周济乡民。 后来,韩树山既成副业,也严守家训,致力于行善。 因他乐善好施,乡里人都称他为大善人。 后来,韩树山的儿子韩洛青中了举人。 其余的子孙也多有功名成就。 正因为韩家世代重德、行善、福报,是几代都享用不尽呢。 清朝作画主人汪道鼎说:"我游历松江时详细地听说了韩翁的世界。 韩翁没有读过很多书,但他行事重义、言必由衷。 事不作假,他乐善好施,完全出于真诚、没有丝毫的勉强。 他身上带着一股气象,看到别人饥饿溺水,就像自己饥饿溺水一样。 所以,韩翁虽然出身卑微,却能成就巨富。 人们只知道韩家致富容易,却不知道韩家为此积下多少福德,又做了多少善事,才换来这些降不尽的福报。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,并非偶然呢。 这正是清朝末年,华庭县流传着的一个梅树藏银的故事。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,不妨给我们点个赞。 谢谢收看今天的机缘文化,我们下期再见。